其实还是要带大家来看到的就是民进党立委高嘉瑜遭到男朋友林秉书施暴 结果现在牵扯出来的后续真的是剪不断理还乱啊 新潮流大佬段一康跟林秉书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到底是如何呢 我们帮大家来看到这回是美丽宝电子报董事长吴子佳 他是在自己的直播节目当中大爆所谓有网军产业链 其实他讲的蛮清楚的所谓的网军产业链曝光了 这当中有谁有客户白手套有网军头还有键盘手 而且吴子佳他指出了网军就是由这四种角色所组成的一条产业链 他特别提到了段一康首先来看到他就是所谓的客户 但是因为他害怕会曝光所以不会直接找网军头来下单 而是交由白手套去联络网军头 那么白手套到底是谁呢 就是这一回大家都知道的林秉书 所以他完全知道段一康的一些肮脏事 收了钱之后再交给疯狂维尼这种网军头来下单 然后下令在网路上由最末端的键盘手 在网路发文攻击特定的对象 吴子佳他也说了像段一康这种客户 不会自己付钱给白手套 那么他的钱从何而来呢 而是运用恶势力逼迫所谓的国营事业 付钱给白手套 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好像是网军的总代理赚到翻了 包月住饭店网军头也还捞了不少 而且他说其实网军头捞不少之后还能够开兵士车 至于他也分析了 在最末端的最可怜的就是键盘手了 他说键盘手其实就是被苛刻的小弟 但是针对了整起事件 检警目前的侦办方向 仍只仅限于在高嘉瑜被林秉书殴打的部分 但是在西月10号 高嘉瑜在政论节目一次就被恐吓 这个部分检警单位办了吗 议员黄敬平他在中天辣晚报节目当中提出质疑了 他想问问检掉的是 你是不想办还是不敢办呢 检警目前为止都在查侦办的方向 也都在办高嘉瑜被林秉书殴打 那至于林秉书恐吓的部分 他们只查了 然后也跟这个检察官回报 但是检察官没有进行进一步的侦办指示 他们就没有追查下去 是不想追查 不敢把后面的网军带风向网军恐吓 因为也有媒体人爆料 说11月10号在林秉书殴打高嘉瑜之前 就曾经在网络上 友台的网络上出现过三则留言 恐吓高嘉瑜的留言 一个是什么 说你想不想被爆料 这第一则 第二则不堪的事情想要被公开吗 有你录音有亲笔字机 你想清楚 第三个 你自己也有违法事宜 违法事宜 然后警告的意味是不是很浓 当媒体人讲出这个事情的时候 三则在11月10号出现了这个留言 他跟恐吓有关 检警如果你在侦办的时候 应该把林秉书如何去控制高嘉瑜的行动 如何逼迫他写下一次 他不是出于自愿写的自白书 那个自白书的内容 大概就是今天马文宇开记者会 以及昨天大概跟媒体讲的风向说 这个林秉书 他的这个自白书 疑似是威胁 胁迫高嘉瑜写下来的 高嘉瑜在里面自成说 李伯 这个不是李伯章 应该说 马文宇过去在这个高嘉瑜委員办公室 国会办公室 坐领甘心什么 这些字句不是高嘉瑜本人自愿写的 这还变成 你知道吗 这些网军狗咬狗一嘴猫 那我相信高嘉瑜 绝对不是出于情愿 或自己甘愿 然后这样写下来这个东西 也很奇怪 我觉得当中太多猫腻了 比如说警察去二度搜索的时候 为什么之前搜索之前 没看到这个自白书 二度搜索的时候 这个自白书是出现的 我也不是说自白书是 到底谁在警方在搜索的时候 有一男一女 说是林秉书的 他那个朋友的弟弟 跟他的这个姐姐 要去找整理东西 两个人在那边搜东西 然后拿到搜索令去搜 那自白书就出现了 可是第一次你在搜的时候 为什么没看到这个自白书呢 怎么我第一次听到 这种检方指挥警察办案 专业小组在办案的时候 会有东西搜到遗漏的 然后第二次再去搜索的时候 终于捡到发现出来 如果是这样 那很多中华民国的刑案 包括政治增防 政治的这个案件 可能都很难破案 因为你这些重要的关键证物 一下子就可能被灭证 还有今天在讲的 除了豆腐头 黑色那个胚色变白色之外 不养影片是不是有被这个散布 高家瑜一直很担心 这些跟恐吓有没有牵扯到关联 你检察官 为什么不指挥警方赶快去侦办 警方说检察官没有进一步的指示 只是把案情的阶段 停留在高家瑜被殴打的部分 其他没有 我们有该知道的讯息 会回报检察官 会回报检方 这个案子是由新北地检署侦办的 我知道 现在民进党因为整个执政的关系 所有司法包括他们当初号称的司法改革 全部都抓在民进党的手里 就因为这样 你是不想办还是不敢办 还是不能办 还是不能办 害怕办了之后 蔡英文政府你更多肮脏不堪的证据 和那个网军下里面这样子斗的 你死我活 把更多的黑资料都掀开来 整起风波也立刻掀开绿营的网军万象 俨然是网军债治国 因此东华大学教授施政风昨天说了 民进党爱操作网军 但是党内力捧的一些年轻人脑袋又没料 结果就让原本被操控的网军起来反制 尝试取而代之 他说民进党已经开始内斗了 县市长选举接班登场 情况会越来越严重 网军的反扑对民进党就像长了皮蛇 一旦免疫力下降 病棋就会越来越严重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 请他看一下